上个星期五 慈善团体新加坡YMCA的工作人员 来到玉郎族区派发午餐 85岁的徐美英婆婆是其中一名受益人 谢谢你 她每天就有饭 有饭 饭叫果条 米粉 粥 还有那个那天是炒的 不错啦 感觉很高兴 因为这个时候是病毒 你们这么爱心 有老板这么爱心来送给我们老人家 很照顾我们老人家 新加坡YMCA是在五月 推出实在必行计划 汇集弱势群体 小贩和司机制造多营局面 我们这个计划 实在必行分成两部分 第一是按照年长人士的需要 来分配一些热肠饰品 然后是让我们的合作伙伴 分发到我们受益人家中 同时我们也在支持小贩们和司机们的收入 63岁的德士司机舍亚里 每送一包餐食就能得到两元 一天下来大约能赚60元左右 弥补收入的不足 小贩正思运知道这项计划后也踊跃参与 他每天准备30多份午餐 虽然一份餐点是三元 但他都会特别加料 我们是觉得说我们有那个能力帮助需要的人 我们就去帮助取资社会 还资社会 我的面其实是四块以上的 但是因为他们身为 就是说好像说慈善团体 他们有他们的那个预算 所以我就降低我的价钱 跟着他们的预算走 少赚一点也没关系 YMCA其实透过网络招募资金和人力 也有团体通过网络平台解决物流问题 阻断措施期间 善良社Food from the Heart 需要派送的食物包裹 从6500份增加到8500份 为了容纳更多包裹 和确保义工之间保持安全距离 他们租下了额外的空间 但是受到阻断措施影响 他们一度无法送货 因为我们的模式是和合作伙伴合作 然后由我们来把食物包送到他们那里 但是因为合作伙伴 因为阻挫的那个措施 他们得要停止营运 所以我们变成有食物包 但是我们无法把它送到那个受益人手上 后来他们和网络平台 U包裹 U Puzzle合作 每个月派发3500份包裹 这天一公司机戴丝毫就领了20多个包裹 我会觉得通过这个疫情 缺更多的家庭 尤其是那些低收入的或者独居的老人家 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觉得可能可以尽一份小小的力 去帮助到一些人 就是一个欣慰吧 何先生是其中一个受益人 他是一名私照车司机 他说这些食物包裹能够帮他节省一些开销 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影响就是少了很多顾客 因为每个顾客都stay at home 所以没法再到客人 有时一天找不到人 他们有送些食物给我 会多少有帮我一点点的那些费用 不需要的东西我可以不用买 这边有我就不用买了 可以省些钱用些其他的用途 为了提供社会服务机构额外支持 政府也为奋勇基金拨款一千八百万元 协助社会服务机构维持运作和采用科技 改善作业流程 审美霞觉得从长远来看 福利组织采用数码化服务是必要的 新一代的需要的受益人 他们对电子是会熟悉的 是可以应用的 我们必须要跟社会的那个进展的步伐要一起 然后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更加能够的直接和受益人沟通也好 就是在帮他们也好 我们觉得电子平台还是一个 必须要接受的一个现实 阻断措施并没有阻断慈善团体 雪中送炭的爱心 这次的疫情推动了国人 寻找新的生存之道 探索数码空间将是其中一个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全新的网站 八世界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